嗨 大家好 今天来个插播吧 故事是这样的 3月11号又是去买菜 顺便就在旁边的 Armstrong Nursery逛一逛 当时推车都没拿 信步的就走到了茶花的区域 看到了两个茶花的品种 真的很漂亮 再一看价格都是几百块 实在是舍不得 其实对于不管什么花 我这个人对于花苞的喜爱 有的时候甚至超过了花的本身 忽然的话我眼光移到了 旁边的几盆绿植 有几盆结了不少的大花苞 非常迷人 马上就蹲下来看看吊牌 这是什么花啊 哦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伊藤牡丹 其实对国色天香的牡丹 勺药已经垂涎已久了 刚来美国的时候 就网购过勺药的快根 秋天种下去春天倒是发芽了 再做了做功课才知道 一来我这里并不适合 少药的生长 二来呢 这块快根种下去之后 可能要好几年才能看到花 后来这些枝条也不知道 被什么东西咬光了 之后也就没再尝试 今天看到了这么多花苞的 伊藤牡丹 心里真的是好痒啊 看了吊牌呢 当时有四个品种 现场马上就拿出手机查了查 每一个品种的花是什么样子 价格其实也是很贵啊 五家轮的盆 九十九刀 我在那里真的徘徊了有半个多小时 终于咬牙去拿了推车 报了两个品种回来 哎 这是我买过的最贵的花了 结账的时候呢 问Armstrong的员工 这个花应该怎么养啊 他说这是很新的品种 其实他们也不太熟悉 怎么养 但是呢 他说应该不难养 因为这些花来的时候呢 就是一盆土 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按常规来浇水 然后这些枝条和花苞 就自己长出来了 那么听了这些的话呢 我也有点信心了 我选了两个品种 一个就是图片里的 Julia Rose 另一颗呢 是白色的 叫Coral Louise 买回来12天以后 Julia Rose开花了 牡丹就是牡丹 虽然只开了一朵 却是果色添香 香气浓郁 这个香气很奇特 像一种草莓的香气 看这个品种的介绍呢 它的特色就是花朵的变色 果然花朵全部打开以后呢 颜色就变浅了 变成浅黄色 花也显得更大了 在二十几度的天气下呢 单朵花可以开一周 也还真不错 回到我们真正的Rose 月季 Amazing Grace 总是让人看不够 一天一夜的雨后呢 花中充满了雨水 太重了 垂了头 突然就想 我干脆把这朵花剪下来吧 去和牡丹比比大小 比比美貌吧 雨后的牡丹瞬间打开了好几朵花 真的是美得不可放物 现在我就把Amazing Grace放上来 先比比个头吧 别说月季可并不差呢 再看颜值 我呢 两个都喜欢 你喜欢哪个呢 记录一下我自己做的功课 牡丹呢 是木本的花 勺药呢 是草本的花 一般认为 把草本和木本来进行杂交 根本是不可能的 可是在1948年 日本的园艺家 伊藤东一博士 经过了几千次的实验 他真的成功地用木本的牡丹 与草本的勺药 培育出了七个牡丹的杂交品种 这就是第一批的伊藤牡丹 可故事悲情的是 育种家伊藤 在他这些作品开花之前 就去世了 多年以后 美国的一个园艺家 叫Louis Smirno 他呢 从伊藤博士的遗伤那里 买来了这些原始的伊藤牡丹 并延续了这些美妙植物的传承 看到这个故事 真的是令人唏嘘啊 想当初在伊藤牡丹 刚在美国流行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的价格曾经是上千美金一颗呢 如果这样想 现在的价格也算是很不错了 另外一颗白色的Cora Louis 长得飞快 它的植株已经是来的时候三倍了 花也马上可以打开了 终于有了自己的国色天香 也希望它们能在九壁地区生存 可以明年再见春花 对不起又给大家种草了 如果喜欢它们的花友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接下去继续关注它们的生长 今天就到这吧 周末愉快 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